各位如果你們來看的話 你們會看得出來哪一台是R7 哪一台是R15嗎 如果看車頭的話真的很難分辨 因為他們的車頭真的是很相似 所以各位猜一下哪一台是R7 現在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有沒有看出來呢 其實右邊藍色是R7 左邊是R15 大家好我是創先生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台車子 YAMAHA R15 M 這台車其實大家期待滿久的 公司貨最近好像已經開始開賣了 輕檔的仿賽車 目前市面上其實選擇滿多的 早前我們在騎FZR150的時代 其實那時候選擇性不多 那時候都是國產車 那現在有這麼多選擇 對一些年輕的騎士 他想要入手仿賽來講 這台車是非常剛剛好的 它整個騎姿就是以仿賽的一個設定 包含它整個的一個配備 我們看一下最主要是在於說 它的一些設計上 看起來會像R7 YAMAHA R7的車頭呢 也是帶有口球的設計 它的大燈就是那一顆燈 在中間 那它的燈眉呢 看起來好像有點像有內凹的設計 進氣口的設計 看起來非常有那種霸氣跟殺氣 輕檔車其實在V3之前呢 做起來看起來就沒有那麼的感覺 沒有那種戰鬥的感覺 當然啦 它們現在因應了一些系列的整合化 R7啦或是R15 就是整合了之後呢 就以這個造型為標的 當然 未來R3會不會改款 這我就不知道了 目前我們看到R15這台 它是以一台輕檔車的身份來發售 那非常特別就是它整台 設計感都非常的細膩 細緻 近看其實不差 那最主要我們看到就是它的油箱 它有一些鏤空的設計 看一下它車側殼的部分 它裡面看不到的地方 它還是有一些鏤空設計 內凹的那個車殼組合 然後再來就是油箱上的這個 這個之前在R3的時候呢 那時候好像有改裝油箱 就有類似這樣的一個造型 再來就是我們看到 油箱上面有一個名牌 這個名牌就是它的專屬名牌 R15M的名牌 那它有發售好像是兩個版本 一個是一般版 一個是R15M賽道版本 再來就是看到這個Logo 它是好像可以支援手機連結APP 去看一些資訊 好 我們看一下它的把手開關 它把手開關很單純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 啟動跟關閉的一個按鈕 再來就是它的 故障燈的一個按鈕 往左推 好 下面我們來看到就是 它是一個有資訊的 它可以選擇它的一些 儀表板上的資訊 我們大家看一下 左邊呢 很單純的就是 遠近燈 然後方向燈 還有喇叭 好 這時候我們來開啟電門看一下 開啟電門之後呢 它的液晶儀表板是單色的 那液晶儀表板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來選擇一下 左邊的按鈕呢 剛剛看到左邊的按鈕 是它的里程數的一個選擇 里程數啊 有沒有看到 1跟2的部分還有總里程 再來就是下面那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它的一個切換 有賽道模式 我們來看一下賽道模式這邊呢 它的按法就是當你長按3秒的時候 它就會進入到這個模式了 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計算單圈里程的部分 然後再按3秒之後呢 它就會退出去 所以它的選單按鈕系統還蠻方便的 TCS 讓你關閉或打開 好 那以它儀表板的功能還不算少 那再來就是 我們看一些它小細節 車頭的部分 還有它的後照鏡 這個鎖點 到它大燈的燈眉的設計 然後這個是另外加裝 車主另外加裝的訂風液 這個廠商他們設計的訂風液 其實還蠻好看的 看起來就是更有霸氣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倒叉 然後它配的是單卡錢單碟盤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下 車架的部分 基本上它是那一種 整個包覆引擎的車架 它並不是那種鋼管車架 像這種車架我們以前在國產車 FG2那種車 就是環抱式車架 就會看到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車架這邊的一些部分 車架這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有些是用飾板 但它是整個都是車架 在這裡 這個是主車架 然後這邊都是飾板 這邊都是飾板 然後再看到的就是 後避震 單槍後避震的部分 它是黃色的 然後呢 後面它也有ABS的感應 然後這台車的搖壁呢 算是還蠻好看的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後座墊的部分 後座墊的部分啊 打開之後往前拉 然後這邊有看到 這個有一個小空間 其實不大 這種仿賽車 其實它空間都蠻小的 好然後把它扣回去 扣回去就像這樣 那它的座墊呢 基本上它上面有一個R15M的一個 電鏽的一個標誌 這個標誌還蠻好看的 然後它本身的壓花呢 也蠻好看的 好 所以這台車 我們注意看它的車尾部分 還有鏤空的設計喔 其實這部分真的是很細心喔 YAMAHA在設計這台車 全球戰略車 它基本上都會比較細心 在上面做一些 消費者喜歡的那種設計 好我們現在 上路騎乘一下 好打開電門 好啟動 好啟動 它儀表板的位置比較低 好後照鏡 好確認 好這種輕檔車基本上單缸喔 那你想說 它還有動力模式喔 賽道模式 是不是 那 基本上我們先不談那些齁 我們最主要是感受一下騎車的感覺 然後它騎上來呢 的確就是那種仿賽的那種設定 當然啊 它的把手 基本上來講可能沒那麼戰鬥啦 我們一般以騎街車來講 它算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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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騎起來的感覺就是 它油門還蠻順的 當然低速 這台車來說 它低速可能沒那麼有力 它可能要稍微拉高轉 它腳踏的位置算蠻高的喔 你只要腳尖往後墊一點點 其實它的姿勢就改變 好再來就是 它第一視角的這個油箱 其實它的油箱比較小 它的前面的殼比較寬 看起來就是油箱不夠大 好其實這種車 我覺得它的油箱可以做大一點 那可能考量到它的重量吧 那我們腳呢 基本上來講夾尺度的部分 有加上那個油箱防滑護貼之後呢 就會比較好 這台車這樣的售價算是蠻超值的 它的倒叉的部分是不能調整的 不可調 不可調 你如果要改那個彈簧加那個可以調整的話 那個應該有出套件 它儀表板的識別度還算蠻剛好的 那車子本身的震動是沒有很大 但是因為它有改排氣管 所以 我是有點覺得 那個腳踏傳來的震動蠻大的 這台車 因為它是要稍微拉高轉的車子 那我們現在在街道騎乘 我們就保持一個速度就好了 它震動是還有點 以腳踏那邊傳來的震動是有點大 如果是原廠管的話應該會更綿密一點 因為畢竟現在 照引擎的技術啊 還有車架之間的那種共振啊 應該有比以前更好 讓它小米更多那種震動 騎起來就會更舒服 那我現在安全帽戴著呢 我的視野呢 是剛好在那個帽顏的部分 安全帽的帽顏 那我要看得更清晰的話 頭就要抬起來 所以這台車如果是通勤的話 我覺得它的騎士的視覺的自由度 可能沒那麼好 所以這台車算是一台要拉高轉的車 它低速就是沒有什麼力 不過以這種CC速來講的話 它這樣做算已經算不錯了 很好的 馬力值啊 還有扭力值來說 其實在台灣以前啊 好像有一台R125的摩托車 YAMAHA的 那那一台呢 售價也不便宜 那時候呢 125的仿賽就只有那一台而已 那一台真的很特別 後來呢 大陸也有仿 它所製造出來一台R125的外型的仿賽 125的 其實你當年要選購125的仿賽啊 其實125、150真的很少 早期的R15的設計真的是外觀不討喜 它頭非常大 比例不是很OK 那這台騎起來的感覺就是 它整排就是很緊緻 它不會有太奇怪的設計 目前來看 那以這樣的車呢 就是當我們去山路上騎 蠻適合的就是 它的軸距沒有很長 那有些時候過一些小彎啊 其實就足以應付了 只是說它的動力可能就是 真的要把轉速拉蠻高的 好 如果我買這一台的話 我第一個改的應該就是 避震器 避震器 我現在搖一下 嗯 滿軟Q的 好 再來就是我可能會改煞車 煞車的總共 我一直對煞車總共 煞車這個部分啊 很敏感 不是說要騎多快煞得下來 而是那種 你能控制的好 不要有撞牆感 我覺得撞牆感啊 很多人都覺得 一小段按下去 整台車就停下來 那種感覺很好 但是其實那是蠻危險的 因為你煞車態有撞牆感的話 你急煞控制不了 按下去之後 有可能會蓋棉被 那用多少煞車按多少拉桿的力道 這個才是最線性的 真的都只有一檔到三檔這樣在騎 他轉速到七八千轉 這樣力道我覺得很剛好 但是比較麻了一點 進到四檔之後 他轉速就掉下來了 所以呢 我覺得 三檔的部分啊 在四七裡面來騎很剛好 好 大家騎起來感覺還不錯 嗯 現在公司車跟水貨的價格 好像有一個差距 然後呢 事實上你買到車的價格 可能又另外一回事 當然這個車是現在的變態的一個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就是買車要等啦 要不然就要等很久 要不然就是呢 你買車有限車的最大 所以他賣你多少價格 當然由他們來訂 這就是 如果你已經訂車了 那恭喜你 我覺得你買到一台好車 好那創先生的影片呢 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其實我也沒有說 可以有機會下賽道去跑 那就是在街道裡面騎乘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基本的一個車輛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麻煩你要訂閱 歡迎你訂閱 好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了 感謝大家收看 拜拜